哈囉大家好我是甜蜜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BUG級的魔劍 那這個魔劍到底有多麼多麼的誇張呢 我昨天那個隊伍還算是一個以BUG而言算是 還沒有想通的打法 而這一隊呢沒錯就是在那12個小時內 有人已經把這個隊伍給他想好想滿了 沒錯就是用上柯龍 看到用柯龍的話呢我們的輔助方就不用再做任何的動作了 而用上柯龍以外呢這個隊伍再更噁心那麼一些些 他直接也把聖劍給他帶出來 先不提那個魔劍的部分啦 光帶聖劍的話呢就可以推到非常非常遠了 你看光我們日月劍本身就可以原本全日的話呢 大概頂多200多回合原本178吧12日之後可以往上拼一些些 然後搭上劍之後呢就是400 600 700 800 甚至有機會打破千的情況 而這個時候呢魔劍給他上去可以看到 他今天呢只用上了一顆柯龍 對只有一顆一星的柯龍而已 而傷害呢就給他打到了右下角那個數字 我們就 就不用再去看畫面了 對因為基本上呢他已經是卡在這個數字 完完全全沒有再往上跳了 可以看到他的等級呢現在是LV365 那不管如何呢他的等級是還有在往上升的 而這個數字高達多少呢 直接算出來是922斤 三千三百七十二兆 零三百六十八億 五千四百七十七... 欸? 四千七百七十五萬 欸沒有沒有 五千四百七十七萬 五千八百零八滴 這應該是這個遊戲的上限值沒錯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有還記得早期的時候呢是會給他打到異位的 當初的連擊那個時候是第一次嘛 連擊的閃子之塔有一位大神玩了七個多小時 然後呢後面是搜魂 搜魂的話呢當你乘數突破某一個戒指之後呢 他也會打出異位 那打出異位之後呢通常都是補血 而這個數字呢又更不一樣了 他這個叫做打出異位的異位嗎 還是說他打出最後一個表示正負符號的那個數字 對他明明是補血的沒錯 但是呢他是補上了複數血量 換句話說呢這還是一個傷害沒有錯 所以硬要講的話啦這應該是已經打到底了啦 T的話呢是罩 而這邊的話呢是金 罩跟金之間呢還要再插一個 一個英文單字 那英文單字那個數字是什麼呢 很像目前Wedger還沒有去看過他 通常到罩的話呢那個有顯量都是什麼 A啊 B啊 C啊 D啊然後A A B B C C D D的這種玩法 而不是會再用什麼那個K M B T 你看差不多都要T而已啦這個已經到哪一個數字了這個我目前是沒有看過啦 好啦不管怎麼樣呢他就是直接給他活生生到的這個地方 而這個隊伍為什麼不能用呢 原因是因為他實在是要手動而且會打太遠 所以能不用就不用還是不那麼建議啦 而且他現在才用上6顆而已 如果今天他的顆數再更多的話呢 他傷害應該會再更高 不過看情況啊他的傷害應該就是打到這個數字的沒錯 不管你今天載多少顆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實質傷害應該說也測不出來啦 你的實質傷害打這樣呢還是說這只是顯示的問題 其實我們真實傷害呢打得更多呢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那這邊他是給他打挑戰回來啦 不過這個東西我不知道他最後是什麼結束的 因為畢竟也沒有錄到最後啦 看是官方強根還是說直接 直接活生生的放推 那都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們就直接給他跳到另外一個畫面去看一下 這邊是679回合然後370億康嘛 來我們跳到另外一個畫面等等見 好啦那這邊呢是另外一組畫面 雖然說比較Lag 不過整體而言呢可以看到 他這邊呢就沒有用上那麼多的魔劍 也只用上了一顆魔劍 而他的combo數呢現在是來到了800多康 只不過他是一直都在線上的啦 所以800多康的話其實有點難看得出來 反正中間有一個扣打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稍微瞄了一下 不過呢沒錯這個東西大家都很像會注意到是那個 不過這個東西還是盡量不要用 因為用的話很有可能會被官方給處理 不過既然有畫面的話我們還是來稍微看一下 畢竟這個紀錄片是可遇不可求的 好啦現在到1134回合 而他的傷害呢跟我們剛剛截圖的傷害是完完全全一模模一樣樣的 那你說這個時候魔劍的傷害有差嗎 我覺得可能也沒有差別了 不管你今天打到哪裡 都會是到這個爆炸的combo數 而且剛剛有聽說啊 這個隊伍這個流派應該說 這一組的玩法呢 他們也差不多到300多康的時候 傷害就已經給他走到底了 那這邊的話呢應該也是用科隆 而這個隊伍我覺得在外面應該也是用上科隆就可以給他往前走 你要用其他骰子呢 我覺得不是說不行 但是因為他是去會扣點的關係 今天會扣點你對面還要用暗殺去補點的話 其實是非常不切實際的 因為畢竟我們用這個骰子就是要走遠 然後對面又要暗殺去補點的話 感覺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凌亂 因為不是單純給錢就好了 還要用你的精準暗殺把特定的位置給他給好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呢就會變得比較少 但怎樣要走到遠嘛很難 因為我還是必須要遭閃 就算有時光倒流好了還是沒辦法 不然的話呢可能對面也要用上科隆或許才有那個機會 不過就是會變得很麻煩就對了 好啦那現在到1138回合 我們要做的事情也不多 那這一隊也是一樣啦 目前為止呢兩隊很像都沒有傳給我他們結束的方式 很像是有些是某一方斷線 不然的話呢很像就是直接放推就這樣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結束今天吧 我們最終在1139回合來看一下20T的BOSS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算不用月亮 應該都可以把王給處理掉 我們之前很像看過嘛 他的傷害很像是只有裂痕會增加 還是說這個東西也會增加 月亮好啦這個時候其實看不準 我之後的話呢會再拍一次來把大家的問題統整下來看看說 實際測試一下說哪些東西會影響我們魔劍的傷害 只不過魔劍那個設計實在是有點麻煩啦 因為他本身打到的那一顆是沒有傷害的 一定要打到後面那一顆 不過現在這個情況蠻奇怪的 他現在明明是補血量 欸是補血量的情況他竟然第一顆就有傷害 這感覺好不一樣喔 好了我是PFY 我們就結束今天吧 以上就是我們12小時最經典最經典的魔劍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呢還有PVP的部分沒有看到 我只有剛打一瞬間而已 不過很快就給他斷掉了 有那麼一點點可惜 如果你有當初12個小時內有PVP的紀錄的話呢 我非常樂意傳給我我應該會把他集結成一隻 看有沒有機會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沒意外的話呢這一隊的PVP應該也是無限吧 除了遇到狂暴獅子以外 基本上也都是不用擔心的 甚至我前面我會有非常多的錢累積下來 然後去對付最後的狂暴獅子 因為就算怪物再多再快 只要我的科隆傷害有夠 那是不是就完完全全可以 不過那也是有BUG的情況 沒有BUG的情況呢 應該是沒有辦法走太遠 因為看他的數字比起來 他就是等級等級等級傷害範圍增加量 感覺他的增加量可能初期很傷 可是後面加的可能沒有到很多 好了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4 2 1 12 1 5b4 1 2 2 1 3 1 2 2 1 3 1 2 2 1 1 1 3 1 1 1 2 1